DSE 2021 ICT-PO1A MC 第一题 去年只有40%效生答对 这题是关于Word Processing 文书处理的软件 就问这三个选项哪一个可以有效地 Effectively Format 一个Word Processing 的 document 选择一就是将最常用的字体 和字体大小的 font size 设定为一个 default 的 setting 这个不是对的,因为预设了 每一次不用重新设定 真的可以省时间 省时间即是Effectively 第二个选择就是将 preset styles Apply 应用在一些标题 Headings 类似这些 styles 设定了一定可以省时间 3. 启动或者使用 Auto Correct Function 即是自动校正功能 例如我们有些时间打错字 Word Processer 会自动帮你改正 即是改正你打的错字 我们要想清楚点 改正Correction 即是和Document的准确度有关系 但是和Format有没有直接关系 似乎是没有的 所以第三个选择不能够 很有效地去Format 因为本身它和Accuracy有关 不是和Format有关 所以答案就是1 and 2 only 即是A 那些创业 是一个比较 的比较